没有把训练中前段时间的好动作都会跳出来的 但是你是冠军 对 冠军而已 而已 还好吧 冠军也没有特别好 你看来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还好吧 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之后也不是特别开心 牌子或者成绩来看 确实金牌就是不如金牌 但是至少比赛包含的意义 也包括整个比赛的过程上来说 我赞上了我自己 你不是不年轻了 就是你才正年轻呢 我的年龄是正年轻 但是我的动作是没有之前的好 之前很轻松吧 就很飘也是那种感觉 但现在就站在台上就感觉已经碰到水了 太夸张了 真的很夸张 我拿之前的动作去对比 现在是完成动作之后就离水特别近 因为你高了呀 我们也体重也长了 就会翻腾也会下下得很快吧 就落地很快 就手在每身上呢 就觉得已经到水了 巴黎奥运周期 全红禅经历了所有跳水女运动员都要经历的关卡 发育关 她的身高 她的身高长了七零米 体重也增加了约七公斤 也因此她才体会到了陈玉希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艰难 她那个时候正在经历那个发育期吧 也是可能跟我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可能我还没经历的时候不太理解 但现在经历了 然后就非常理解吧 也是就很痛苦啊 为了应对身高和体重带来的巨大变化 全红禅必须加大体能和力量的训练 才能维持原来的技术 提升动作稳定性 你每天日常情况下 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 我们每个人都七八个小时 你有没有累的 每天早上起来不想起的时候 有 有就那种想来就躺 就在床上就觉得特别累吧 也是不太想起来 在床上就一直躺着吧 就早朝也没去 有累哭的时候没有啊 累哭的时候到没有 就跳不好的时候 跳不好 然后或者被缩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想哭吧 所以也想过很多次的放弃吧 也是 我每天的训练要怎么坚持 今天练完了 明天还来 是不是很累啊 这样一天一天下去 所以也都有这样的想法 你也有吗 有 都有 看我非常乐观 但是其实也都没有 有时候你别心里呢 不是一讲出来而已 你去跟陈希说吗 我们俩都是跳台的 我说给他 万一咱俩都成那样了 那谁都跳不好 那这个金牌 这个金牌靠谁拿 那不能被别的国家拿去 那靠什么 继续往前走 我也不知道 每天数着日子吧 数着离自己那个目标越来越近嘛 也是 回头想想 一件事坚持这么久呢 还不如坚持下去吧 挺过发育期后 是否能够保持自己的最高水平 除了加大训练量之外 还需要控制饮食 维持有利于动作发挥的最佳体重 体重要维持到多少 我的话一般是42.5左右 就不能超过42.5 不是完全不能超 就是确实那个上限应该是在43左右 那很难保持到这么精确的一个位置 那就每天要称体重吗 一天称10次 一天称10次 这有点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就是 有事没事踩脚串 你跟同龄人相比 你少了什么呀 我用这些大量的时间去累积 去达成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我觉得是比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种收获是意义更大 更高级的快乐吧 陈玉希出生于上海一个体育世家 六岁开始练习跳水 十四岁入选中国国家跳水队 在2019年的光州游泳市锦赛中 首次参加世界大赛的陈玉希 就获得了女子十米跳台跳水冠军 一战成名 被视作跳水新型 成为东京奥运周期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导致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她开始进入发育期 我那一段时间过得比较迷茫吧 我不知道是因为太久没有比赛 还是说我真的是遇到生长发育的问题 就是会对自己产生一个怀疑 怎么过来的 一天天练一天天定 就是坚持 我从小的梦想 我离她这么近了 我可能再多努力一步 我再多走一步 我就能够到她了 我为什么还不去努力 也正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延期 全红禅意外达到了参赛年龄 提前搭上了奥运这班车 比陈玉希小两岁的全红禅 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的一个农村家庭 七岁时被选入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 开始练棋跳水 全红禅在今天上午半决赛的时候 确实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 2020年10月 在全国跳水冠军赛 及东京奥运会选拔赛首战赛场上 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的全红禅 杀出重围 力压奥运冠军和一众名将 以总成绩437.75分夺冠 首次在全国舞台展露光芒 他因此入选国家队 最终获得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第一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 那时候我也没想到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大赛就是奥运会 然后那时候我也没 不知道奥运会是什么 真的不知道 反而不知道怕 这就叫出生牛肚不怕 这就叫出生牛肚不怕 这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追求到自己心里面的那块金牌 会有影响吗 其实还好 因为以我21年的状态 其实我自己很心 我心里很清楚 就是我可能甚至站不上达人的赛场 既然我站上去了 我当然是想去拼第一 你说没有遗憾 那肯定是有 但是就是我不会后悔吧 你是不是天才 我觉得我跳好了 然后把训练做好 那一刻才是天才 天才也没有那么 你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吧 也是 其实这里每个运动员都 都很刻苦吧 也我也可以称 称他们为每一位都是天才 12号全红船来自广东海映 一个月后 在第14届全运会上 全红船再次战胜陈雨昕 获得女子十米跳台跳水冠军 如果说我一直是第二 那我还不不练 但是现在在想想 我都没努力过 我怎么知道不行呢 是 就再去试一把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全红船和陈雨昕 在教练组的安排下 成为双人项目的搭档 这是两个人需要 共同面对的新挑战 在合作的时候 怎么做到同步和一致 那时候的动作有高低 然后不起的时候 都是慢慢慢慢磨练过来的 能是什么样 有多么的乱七八糟 就是我在这 他在这的样子 或者我在这 他在这的样子 就是两人吧 听到那个水声就不一样 是他先下去 然后我再下去的那个水声 不是一起下去的那个水声 那个时候是有两个声音 扑通扑通 对 扑通扑通 然后后面就变成 扑通的一个声音 作为女子 使你跳台的两位顶尖高手 全红船和陈雨昕 虽然在个人项目中 展现出超级的实力 但双人项目 对双方的默契和同步性 要求极高 因此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配合 一开始合作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谁救活谁的 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终点 那谁救活谁呢 他是往下迁就我 更多的是 我需要去往上面购 也就是说 他要往下一点点 你要往上一点点 对 我希望自己能 比如说我等等跟他一样高 翻得跟他一样快 动作跟他一样漂亮 就是野心 那个不服输的劲儿 一直在心里憋着 有没有感觉 我追不上他的时候 有啊 吃惊都有 但是确实 就是在这段时间过后 我的整个水平的回升 是肉眼可见的 那你怎么看待这段 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合作 有一些就是真的很感谢了 因为我可能不跟他配双人也好 就是没有他也好 我不可能再把自己拉回这个位置 有人说你是不幸运 因为在你最好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比你还强的对手 但是你觉得你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 我确实是幸运的 因为450分 其实一是女才运动员的一个卡 很多人其实都达不到这个分数 如果说没有他的话 我可能我的运动生涯并不会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发挥不稳定 是影响他成绩的重要因素 其实这每一场比赛 在到207的时候 我都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怕什么 怕跳不好 知道是那个时候 你平时训练的怎么样 就不怎么样 所以到比赛的时候就很怕 谁会相信你这个被称作天才上里的人 训练的 但是他们没看到我们的训练 是怎么样的 只看到了是比赛的时候怎么样 其实我们自己在训练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都有对哪个动作害怕的感觉 代号207C的动作指的是向后翻腾三周半报息 这是跳水运动中公认的高难度动作之一 许多跳水运动员都在比赛中因这个动作而折起 东京奥运会之后 全红禅的207C非常不稳定 要么近乎完美 要么一泻千里 一个动作得分就可以相差20分 从那2022年的时候 207一直都是在摔的当中吧 能摔成什么样 摔平吧 这人要拍下去是什么 是怎么个疼法 就很痛吧 就感觉很多蚂蚁在身上爬的感觉 就有时候拍到 你连也很痛身体 你前面跟后面都比较痛吧 有一些就是拍到或者自己撞撞到了 自己入水的时候就没抓好啊什么的 就会自己手打手啊之类的 这种力度会有多大呀 就是大到你第二天就手手这里是软的 就没有力去撑 就在抖一直抖 那段时间 207C对全红禅而言 已近乎魔咒 他戒掉了最爱的零食 加倍投入到训练当中 同时 外界的高度关注与飞扬的舆论 也让他备受煎熬 刚开始就大家对我的看法 然后然后我非常在意吧 也是因为大部分的比赛 自己都在都在输吧 也是就也比较难过 嗯 在这期间 其实每一条都在很紧张吧 也是因为对大家 对我的期望吧 也是 然后就害怕自己做不到 也是 然后还不去换换思维呢 怎么换 换成什么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抛开呢 这样输了 我下次还可以再来啊 然后自己突然一下 一下 然后也就想通了 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我觉得 自己也为什么要去想这些东西呢 也不是我自己能控制 也不是我能去管的东西 还不如先做好自己当下的自己 那时候是亲密伙伴 占有 但是一旦变成了单人 就成了竞争伙伴 竞争对象了 是吧 在国内的时候是有吧 但是 在国外的话 还是我们俩都 虽然是当人吧 都在配合吧 因为我们俩都在互相帮助 但这一块金牌 不是你们两个人都能得的 只有一个人能得 我们哪一个人得了 就等于自己也得了 因为都是中国的 谁得不重要吧 真的不重要呢 不重要 因为国外的运动员 也很想拿嘛 你要确保这一块是中国的 你才会更开心 你这一鼻子哭 是为自己还是为教练呢 都有吧 因为都不容易嘛 我们它其实更不容易吧 为自己为什么哭呢 因为这三年真不容易啊 我们俩真的真的很不容易 我有在闹脾气 他也有在包容吧 也是 你也会闹脾气啊 有 我也有脾气 只不长现出来而已 跑到陈奕西那儿 给他拥抱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肯定知道 我肯定知道 那个他也是很辛苦吧 然后我拿了是不是不对啊 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怎么叫不对呢 上一届也是我拿 这一届也是我拿 所以说我就 拿了之后没有特别开心吧 那你怎么安慰他呢 你抱他 你抱他的时候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很棒 你很棒 你也很棒 对 他还这样说我 在同济大学2024年保重录取的运动员名单中 陈奕西顺利入选 你录取专业是运动训练 这个上大学的机会是向你开放的 我现在就是前面也摆着两条路 在自己的十字路口需要去做一个抉择 你怎么看你目前才19岁的人生 站在运动员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19岁非常的圆满了 但是站在人生的角度 跳水只是我慢慢生涯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见好就收可能吗 不可能 为什么要见好就收 因为你还可以更好 可以一直好下去 金牌之上还有什么更高的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拼一拼 去做到自己想成为的那 你想成为什么 我想成为我自己 把最好的一面 把最好自己的那个动作吧 跳到完美的去展现给大家 本来跳水就是欣赏的 你希望大家怎么对你 才最有利于你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成绩 我希望以正常人对待 我不想这么多人为 为着我吧 主要是 心态能调整好吗 有的信念 还活着就行了 以后是以后再讲吧 为什么不敢想以后啊 你想以后 现在不开心怎么办 还不先做好现在的开心 赛场上 全红柴和陈玉希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生活中 他们则是一对好姐妹 相互陪伴 一起长大 我们给你们两个呢 一人买了一个小礼物 他带了一个乌龟帽子 他带了一个那个 蜜蜂帽子 蜜蜂帽 他俩放在一起 你就乌龟和蜜蜂放在一起 就 归命 对了 所以送给你们两位 一人一个 非常感谢 介绍我们采访 占用你们时间了 没事 挺喜欢占用的 知道你们很辛苦 这个给你 我只能 拿住 然后这个给你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